好 人 周那你關心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馨穎 從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回國後 速度槓上外交部 認為全團出席受阻是外交部的問題 還暢說外交部就是斷交部 是引發爭議 對此 吳馨穎今天現身立法院有最新回應 帶你來聽 這一次去的感覺就是像外交部在開旅行社 只是在一些台灣Climate Action的這種光板旁邊拍照 然後跟我們討論的議會的議員 跟我們出來喝咖啡的 如果是要跟一些議員只是出來喝杯咖啡的話 我們在台北等院長請四個黨來接待國外的外賓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專心在說 外交部的方向要怎麼樣走 因為畢竟台灣的外交處境 從我還沒出生以前 台灣退出聯合國的時候 這個處境就相當的困難了 還聽到吳馨穎舉其他國家的例子 認為經濟外交大家都是並肩作戰 但他還是認為說這次他自己的經驗 是認為說外交部是在開旅行社嗎 如果只是要到那邊去跟議員喝咖啡 其實在台北就可以 認為說外交部的方向 應該是要怎麼走出這個台灣外交艱困的苦境呢 不過今天國民黨立委尤玉蘭被問到三關問題的時候 他還是認為說他並不支持吳馨穎的做法 認為外交上面需要低調務實 跟商業上的有錢聲量並不一樣